我們都是非常以和為貴 然後也很願意去同理對方 一身深藍光澤感洋裝亮相 女星隨堂在惡靈事件後 首度露面說自己很久沒見到這位鄰居 有像好人見到你嗎 沒有耶 就完全好像有點消失了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上個月初遭到樓下鄰居控訴 放任孩子製造噪音 隨堂PO文反擊 鄰居怒提告 但雙方歷經兩次調解仍破局 再次調解一下是會嗎 沒有耶 不知道 有啊 其實我們大家鄰居間 都有保持很密切的聯絡 事件爆發後 跟其他鄰居關係更好 不時問暖 樓下鄰居則是無聲無息 很久沒見到 儘管鬧翻 隨堂說人不會選擇搬離 只是孩子們難免有陰影 他們每次看著電梯的那個燈號 一亮到七的時候就非常的安靜 職位真的很不簡單 真的不是凡人能做的 我自認是凡人沒辦法 先前還被指控鄰居報警當天 人明明是在台北記者會 卻謊稱在花蓮 他也還原情形 對 我們就直接下去了 我直接下去了 所以啊 所以啊 這就是我們的困擾吧 無奈全寫在臉上 他也說將不會再開庭審理 鄰居當時只向法院申請調解 雙方糾紛似乎不了了之 TVBS新聞 陳盛文 下面這紅地台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